西瓜在哪里? 小猴、小熊和小猪一起出去玩。 他们一边走,一边摘野果子吃,肚子吃得饱饱的。 后来,他们看见了一个大西瓜。 小猴说,我们把它埋在地下,留着鸣鲜吃吧。 小熊说,对,我们要记住是埋在什么地方,鸣鲜好来挖。 小猪说,我记住了,我记住了,我这里有阳光。 小熊说,我记住了,我记住了,天上有朵白云。 小猴说,我记住了,我记住了,西瓜埋在三棵树中间。 第二天早晨,他们三个去挖西瓜。 满地都是阳光,小猪到哪里去挖呀? 蓝蓝的天上,一朵云也没有,小熊到哪里去挖呀? 可是,小猴很远就看见了那三棵树。 他跑去一挖,就挖出了昨天埋下的大西瓜。 일 vill说,是来议试! 感谢观看